卢盛宴的故事特别多 知佛宗的故事特别多 找麻烦的无所谓 骂的无所谓 杀的无所谓 犹爱深恨的无所谓 毁谤重伤的无所谓 背叛师们无所谓 不但无所谓 而且还要度他们自得其乐 所以连生活佛一生 被毁谤的题材很多 其中也有类似 像当年佛陀时代 被孙陀丽和战遮 诬陷的诽谤 黑的说成白的 这一类爱慕师父的女弟子 确实是存在着 而连生活佛 还是用一贯的誓愿 慈悲度化她们 用佛法的力量 去转化她们的情感 不管她们曾经是 如何破坏师父的名誉 如何伤害师父的 到今天 连生活佛还是敞开大门 欢迎她们回来 这种心肠 这种师父到哪里去找 而世间舆论的打击与压迫 总是数不清 也总是不休止 连生活佛说 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大家可以就缺点 去说 去写 去批评 但是 没有人能批评 真佛秘法 因为 卢盛宴的看见是真 和无形的接触是真 学法是真 证悟是真 一切皆真 真佛秘法 本就是无懈可及 从年轻到现在 蒙瑶池基姆开天眼 三年中 有灵师 三山九侯先生教法 弘教的传承 有了名和尚 白教 有十六世大宝法王 花教 有萨迦正空喇嘛 黄教 有土登达尔吉上师 这样师臣的书圣 不是空口而说 而是 都有珍贵的传承信物 而且 像是翁恰克仁波切 曾拜访连生活佛 把黄教的法王宝座 赠送给他 连生活佛 也曾经在白教 卡玛列妾寺坐床 其他 还有很多的喇嘛 仁波切 纷纷地归依连生活佛 连生活佛说 别人都认为我太痴 我有神经病 我伤神落泪 且为自己的真实 献上一束鲜花 西元两千年 连生活佛 在香港传授十轮金刚大法之后 宣布移居 顿时弟子们失去了医护 大家不会再每天看到圣尊 去真佛秘院上班了 不过连生活佛并没有停止写作 在隐居门 在隐居闭关的期间 他仍然维持每天一篇文章 每两个月就出一本书 而针对社会文明越来越进步 世人的贪欲越来越重 连生活佛 特别依善光佛的指示 写下了当下的清凉心 当下的明灯 和那老爹的心事 这几本书 好几周都在畅销排行榜中 现在还有很多人将他注印 当作善书在吉云赠送 三山九侯先生说 连生会成为天下第一人 清真道长两名和尚也说 连生必定成为天下第一人 事实上连生活佛 一日一篇文章 一日修一遍佛法 数十年如一日 这种恒心与毅力 确实是天下第一人 到今天 写书超过两百本 他的文体包含了诗歌 散文评论 小说戏剧 传法包罗外相 而在两千年隐居闭关之后 他的作品显得有些灰色 这位下降沙婆的脸花童子 本来准备要回到抹喝双灵时了 弟子们当然思念不舍 全世界都在纷纷地举办 请佛注释的活动 终于感动诸佛 遥迟金母和佛陀把连生圣尊留下来了 2006年连生活佛出关 再度重量的出击 推出了许多明星践性的剥叶著作 惊动万教 响彻云霄 而在2008年连生活佛更创下了个人写作的里程碑 写书超过200本 最近针对开悟有了更深入精辟的论述 佛王之王 天边的孤心 不可说之说 给你点上新灯 送你一盏明灯 无所谓的智慧 天下第一精彩 十古人的衙会 风来波浪起 开悟一片片 孤影的对话 碾花手的秘密 以及一支剑射向苍天等等 连生活佛认为 自己是个成就者 誓愿就是要救度众生解脱 佛教最终讲的就是第一异地 所以一定要去引导 一定要去发扬 不论受到什么诽谤 什么打压 连生活佛很清楚地说 我是一个开悟 明心见性的人 而且我不是鲁盛宴 有弟子来跟我讲 我们生活中 很 很不好 他说人家讲我们 生活中很不好 我说 有什么不好 我问他 有什么不好呢 生活中有什么不好 很多的宗派 他不承认 我说你为什么要给他承认 你不会自己承认自己吗 你一定要别人来承认你吗 管他什么承认不承认 承认呢 你就把承认的证书挂在墙上吗 承认有什么用啊 不被承认有什么用啊 到底你在承认什么啊 你写佛只要你能够成佛 自己承认自己 没有人可以承认你 不过是争议者 死以者 不忘以者 不过两生死的佛 台湾雷藏寺 欢迎您参加 2月28日感恩晚会 与连生活佛 共度元宵节 当晚并有烟火庆祝 最特别的元宵节 您一定要来参加哦 不过是争认